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我是廖帥,今天的你 吃蔬食的嗎? 最近啊,市面上有出現很多蔬食的料理啊 蔬食的東西 而這一個啊,現在最新的 在國外已經很流行了,台灣比較少 最近才剛才在推廣,叫做新豬肉料理 它裡面強調啊,它的新豬肉料理啊 它是用什麼?它是用冬菇 非基因的改造大豆,豌豆跟米 而且啊,新豬肉料理聽起來就是很奇怪 豬肉就豬肉啊,還有新豬肉料理 它講的是一種未來的趨勢性啊 因為現在吃素的名人很多啊 什麼比爾蓋茲啊,你要納多啊 俠克歐尼爾啊,他們都是吃蔬食的 而且啊,國外吃蔬食啊 講的是不吃肉類的那一種 但是這個啊,這個是五辛素啊 如果你可以吃一些蒜頭洋蔥啊 那你可以考慮吃這個 這個是漢堡 它已經幫你塑形 塑形好一片的漢堡 你知道放在冷藏裡面解凍啊 然後烹煮啊,看你要烤啊 要煎啊,就可以吃了 而這片漢堡啊,裡面有20公克的蛋白質 你知道20公克的蛋白質有多少嗎? 那這個是什麼? 這是新豬肉香腸 一包裡面有4根香腸 香腸一樣啊,你要煎煮炒炸都可以啊 而這個香腸啊,一根啊 就有16公克的蛋白質 而且它的熱量非常低耶 它有出這個 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做 熱熱雞 用什麼做的呢? 用植物性蛋白跟五辛素做的 裡面啊,就是素食的雞肉 長的啊,跟麥克雞是一樣的 它就是素食版的麥克雞 這個在國外啊 有一些麥德勞、肯德雞啊 已經在使用了 打開來就長這樣 裡面就是一塊一塊的 就跟麥克雞一塊長的一樣 所以我覺得啊 大家啊 可以慢慢的啊 不要吃肉類 吃素就好 真的 做一些啊 對地球啊 有意義的事 不然啊 你看那個牛、豬 光牛好了 它要吃一些玉米 要給它吃玉米 就要有多少的栽種面積 栽種玉米給它 給牛吃玉米之後 然後呢 它要放屁 放屁啊 又造成碳的排放量又增加 地球又會爆炸 這真的是一個 很可怕的二循環 那今天啊 我們用最簡單的方式 推出我的氣炸鍋 鍋寶氣炸鍋 最近啊 我一直在用鍋寶氣炸鍋煮東西啊 這種旋鈕式的啊 又不會壞 我上網看一些朋友們分享啊 他們都用液晶的 液晶啊 點點點按按 然後就壞了 然後就燒壞了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就壞掉了 液晶的東西真的很容易壞 它很怕熱耶 溫度這麼高 很容易就燒掉了啊 還不如用這種旋鈕式的 啊又有人覺得說 旋鈕式的 會不會溫度會差太多 啊你是人體溫度計你 啊你這樣手放進去 你會知道180 200度 你就會相信液晶 不相信旋鈕 而且每個溫度 本來就有溫度差 你幹嘛只有說一定要買液晶呢 真奇怪 哇這個剛烤好的漢堡排 哇看起來就跟蒸的一樣耶 和這個香腸 你看這個熱熱雞 這個氣炸鍋烤出來的東西 是真的很不錯 而且這個看起來 就是蒸的肉啊 哇超像的耶 哇 耶 我們的未來肉心豬肉料理已經做好了喔 各位相信嗎 這一盤裡面全部都是蔬食耶 我們趕快來吃看看 這個味道吃起來好不好吃 我們先吃一下這個熱熱雞 哇這個 這汁裡啊都是麥克雞塊啊 然後沾上番茄醬之後 這哪里是蔬食啊 這吃起來 真的很像麥克雞塊我的媽呀 吃一下它的漢堡排 哇這個漢堡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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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啊 就跟蒸的漢堡排一模模一樣樣耶 嗯 這吃起來有種 烤汁烤汁脆脆的口感 這個漢堡排 這漢堡排看起來有點紅紅的啊 它是說它是用洋菜根 下去做調色的 絕對是天然的 調色劑 這吃起來跟一般的牛肉根本就是一樣啊 這漢堡也好吃 這漢堡排吃起來 裡面有淡淡的一些辛香料 跟香草味道 不過它裡面做的啊 那個內層啊 那樣一圈一圈啊 看起來是真的很像 豬肉啊 你看在家裡 買一些 蔬食的東西回來料理 那也不用上餐廳啊 不用去外面吃啊 就對這些吃蔬食的人啊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福音耶 幫助啊 救地球 愛地球 也讓蔬食人啊 買東西啊 可以很方便的就買到 各位看一下 記住喔 那我們今天 就在蔬食當中 結束的這一段 我是藥帥 黑森藥 掰掰 對了 本視頻場地 由台中市惠中路的水象餐廳 贊助提供